陈巧恩早爆 花心大婚当天喝醉痛哭 我哭得一点都不累 我哭得很开心 真的假的 剧新艺人陈巧恩被爆料 在前男友霍建华7月31号巴黎岛大婚 当天喝醉 狂哭不止 圈内不少人都听闻此事 身旁好友也相当担心 对此陈巧恩哥哥兼经纪人否认 并表示陈巧恩那天在拍电视剧 人间之味是清欢 话说霍建华与陈巧恩的情史得回到2003年 两人合作千金百分百是结缘 当时还被拍到一起逛夜市买内裤 霍建华还说陈巧恩直率的个性是他喜欢的类型 直到他们分手半年后 霍建华才坦诚曾与陈巧恩交往过 2013年两人合作笑傲江湖再传复合 但这回霍建华表示只是朋友关系 而华星选择在520任爱的前两天 陈巧恩微博个人照片换成黑白色 还发了悲伤的状态 也被网友解读为是在哀悼与霍建华的恋情 双方虽然无缘再去缘分 但陈巧恩是霍建华2002年出道后 除了老婆林心如外 唯一承认交往过的女友 娱乐动新闻 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过去让他过去 报道